是不是差点芝麻 还想要芝麻 你这要求太高了吧 这高速上吃火锅这咋也没了 快点快点 5点20了 那种早上你想吃什么呀 吃个5分钟之内能够吃到短的锅 那咱们就吃这个吧 骨质有品南瓜魔芋代产粉 特别敌饱 我有点胀胀的不太想吃 便秘是吧 便秘吃这个 给你准备好了 早餐的话咬个三勺吧 它的一勺可能就只有20大卡 正常一餐是四五百大卡 它只有20大卡一勺 所以也是不错的减肥食品 好 严格按照说明书 另外整个糊糊很粘稠 因为里面加了魔芋粉 所以真的很地宝 甜甜的一种南瓜 很像那种南瓜粥鱼 跟进口青植比起来 这种国产青植的性价比会高很多 颜色看起来有点像抹茶 青植的话要用五六十度的温开水抽 不然的话它可能会失去效力 我帮你尝一下啊 苗总 嗯 一股淡淡的抹茶香 不是很甜 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特别适合苗总 你这种天天大雨刀 还不上厕所的 嗯 那去吧 外面还是黑的 我们已经出发了 我们打算蹭一天半的高速免费 跑到洛阳 我们一共有926公里 我觉得一天半足够了 昨天我们去镇上为二的一家小菜店 买了不少材料 今天呢 打算开了一天很累了以后 在路上吃一个小锅子 嘿嘿嘿 很免费 清零节的威力果然很大 你看中间已经开始有拥堵了 现在才早上6点半 我有点担心啊 哇 这个雾好大呀 这个是长江上的桥 九江长江二桥 过了桥就要到湖北了 是吗 嗯 原来江西和湖北的分界线是长江啊 嗯 我觉得出来以后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发现 很多省份之间的交界 不是大江就是大山要么就是大河 嗯 比如说我们曾经路过的哈 西藏和四川的那个交界是一条河 贵州和四川的交界是 卢州和赤水中间那个是赤水河 昨天我们俩看到那个福建和江西的交界处 是在一个山洞里过去的 嗯 就是在那个武夷山山脉的山洞里面 所以他们的交界处是武夷山 然后湖北和贵州的交界也是一个有名的山 就是泛进山脉 是不是很好玩 好像从那个大雨分九州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分的 是吗 都是以大山大河来分 用天然的走势来区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理所应当的分法 嗯 我觉得我们国家还是很有底蕴的 想想某些国家 都是横平竖直的用尺子来分的 挺有趣的啊 嗯 我们刚才避过了一次拥堵 因为在我们前面20米有两辆车撞了 后面就已经堵起来了 但是前面这堵了十几公里的还是避不过的 在武汉附近 前方应右侧车道事故导致拥堵 剩余14公里 预计还需要一小时15分钟 这个时候手动挡的烈索就体现出来了 抓抓我好饿 那你先吃个面包呗 我想吃火锅 现在是下午2点40了 从刚才到现在我们开了三个小时左右了吧 嗯 前进了差不多40公里 棒棒的嘞 要吃哪个口味呢 豆油啥 番茄火锅 青油 麻辣的 重庆老油火锅 我想吃这个 家乡口味 还是有点香 不知有点香吧 哇 我的蚕虫法式就淘出来了 还好我们高的都是容易吃的菜 刚才我去解释的时候 我一妈弄人 大家都在泡泡面 哇香味已经出来了 不过你这个火锅定了 那要吃不应该炒一炒啊 没让你吃泡面已经很好了 在高速上就不要要求这么多了 还要炒一炒 哇 看起来可以耍的嘛 哈哈哈哈 还要等水开 这不是已经开了吗 从前有一个小房车 他在高速公路上被堵了三小时 然后在服务区里涮火锅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火锅料吧 这个是稍微有点融化的羊肉片 但是不要紧 有吃就好了对不对 这个是我昨天处理过的笋片 一会煮一煮应该也很好吃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菜类 香菜生菜蘑菇藕片 对 还有啥呢 这个是蘿蔔不弄弄呢 我们俩吃不完吧 行吧 这个是我们买的丸子 在福建买的安井丸子 果然在产地就是要便宜一些 只要12块一斤 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 很早之前我就看到 卖到13-14块一斤的 还有我的蘸料 唉 一点麻油 很多蒜蓉 一小点点醋 这个服务区真的好多人啊 可能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堵住了 现在都要得来吃饭的原因 先把笋丢下去多煮一会儿吧 我觉得煮到最后 吃完火锅最后吃这个笋 应该相当爽 哦对了 我还有一包土豆粉没拿出来 对不对猫猫 对 你放在哪儿啊 我们除了土豆粉 还有一个东西 嗯 鸭血 哦对 哇 感觉有点等不及了呀 今天呢 都是因为我们堵在那个路上 这边发生了连环车祸 你知道吧 然后我们还看到救护车呜呜的过去 虽然没有看到伤者 但是我还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不管有什么事都别着急 是不是差点芝麻 还想要芝麻 你这要求太高了吧 哇 在高速上吃火锅是太美了 我觉得火锅有了高速加成 比我们平时吃火锅要高15分 再加点芝麻这回就没了 哎 这个鸭血很硬啊 但是 在高速公路上就别这么抱怨了是吧 多嘴一会儿说明是软一点 哎 又想起再重新吃的那一网鸭血 再来两个丸子 两个不够哦 哎 哎 凉并不是一个量词 它是一个形容词好吗 这种鲜笋煮火锅也挺好吃的 那不够辣 那是锅底不够辣 嗯 跟笋子无关 成煮火锅就是如此温柔 哦 来吃块血 感觉好像比刚才软一点了 嗯 后面还藏了一块笋 嘿嘿 脆脆的 嗯 这个是我最爱的 这是海胆丸吧 好像是 嗯 怎么 有馅儿 好吃 有海鲜味 是不是还是爆姜的 是真的有海鲜味 再来块豆腐 鱼豆腐 一会儿再煮点 咱们吃完饭看看前面堵车 要是好一点咱们就走哈 那要是没好了 他就在睡一觉呗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那今天这一集呢 就暂时到这里 今天是赶路的一天 谢谢大家关注我们 明天应该就能到洛阳了 嗯 不知道机友们搞了什么好东西在等着我们 明天见拜拜 这是几个车呀 天哪 六个是吧 没数 中文字幕——YK